大家好 我們今天又是到這個生酮感受的時候 現在等聽眾朋友進來 今天我們的題目其實是改了的 本來我們是會講一個我們的參雀爾淪陷 會是之前講了一半的 還有就是關於抑鬱症的其他的方法 除了醫生會叫你吃的藥 精神科藥之外 還有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幫助 這一個都會在今天的題目補充不到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要講其他東西 我們要講其他東西呢 我們今天要講關於咖啡罐腸的前世今生 以及講關於一個花療抗癌的大數據 因為最近很多聽眾朋友 就傳給我說有不同的媒體上面 就看到有一位她說自己是醫生 我也相信應該是 因為你不可以不是說自己是 但是她又不是落真名的 就是我忘了叫什麼 肥腾腾腾還是眼睛睛 就是這麼上一刻的名字 我也希望可以知道你本人叫什麼名字 and have a good conversation with you you know anyway 她是講關於咖啡罐腸的 就說這件事不要自己做 那當然有很多論點 但是她裡面的論點呢 沽默論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會cover到那些東西 但是很棒 就是一開始就是說 一個前講者就叫人去做一件事 那其實前講者OK啊 我覺得 其實你不如說前小學生 就是這樣做derogating 就是做踩下這些東西 就是一個小學生 現在教人咖啡罐場 現在突然間化身了 變成Health Coach 那其實這個人又覺得 有趣的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其實 選那個講者又不是什麼醜事的 是不是呢 沒有問題的 選過我就選過講者咖 那其實她只不過是特別一件事 就是想當年我略有知識 其實就是這樣 那其實我想大部分 拜讀了她變成鴻文的人 都不知道我是誰的 就是who are you 你根本是nobody you are tiny little baby potato 是的 但是可能經過她這篇文的加持 反而那些人會好奇 啊 裝一下你這個 不知道幾多萬年前選過講者的人 這樣 那 是的 如果他們來看 然後覺得 咦 哇 21年前選過講者 咦 現在都做OK啊 那那個人反而可能會覺得 啊 他做些什麼呢 他教人做些什麼 不如又試一下 其實反而可能變了逆向宣傳 你明白不明白的意思嗎 就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個月是傻了 就是那位 不知道是肥腾腾 還是什麼眼睛睛 還是什麼醫生 我忘記了 是的 其實如果你只是說 是的 一個 你去問問我有沒有這個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OK的 因為始終 在你們 這麼辛苦 讀了這麼多書 的西醫眼中 其實什麼都不對的 說真的 譬如 癌症病人 走來找你們 看醫生的時候 然後你會跟他們說 我任何中藥都不能下 就是 你不要管 就是花旗黨參 紀子 任何東西都不行 那 因為我記得我有朋友是這樣的 就是他家人煲湯 連那些 什麼都不能下 那你問我 我覺得是適合的 科學來說 就是Beta-Glucan Beta-Glucan 是對癌症疤抑抑制作用的 那 那 那 所以他就說幾件事情 比如他就說 咖啡罐腸是有危險性的 那 那這件事情 他就說 你不要自己做了 是的 那 老實說 其實 吃飯也有危險性 就是我自己在家裡吃飯 好像我現在下班回家 我自己在家裡吃飯 其實也很危險 因為如果我 有 看電視 我英俊走過 我突然就 咖啡罵了 這樣 然後就失救了 因為我一個人住 是的 就是這樣 那 其實 是不是錢光姐有什麼所謂呢 就是 這是公共知識來的 沒事的 那 就是你說 對 我反而覺得就是 經過21年 你是不是覺得 21年那個人再停留在同一個階段 一定是會有些事情不同了 那21年裡面 你要讀醫 再讀律師 再讀會計師 都可以 你七成三 七三二十一 You know That's a lot of time You know a lot could have happened 21年前 美國 雙子塔都還在 還沒發生九個月一事件 那時候還沒有ISIS 那時候 中國的偉大主席 都還沒有習近平 所以其實 算不算我講者跟我現在所講的東西 其實沒有什麼真的關係 我覺得這件事 反而就看起來是有點奇怪的 就是這個論點 那你說 咖啡半槍有沒有用 那件事呢 我待會就會分享多一點點的 是的 但是 在 the end of the day 這個其實是一個個人意見節目來的嘛 就是網台節目嘛 那I'm sure 如果我是一個大台的節目呢 就是那些遲牌的電台的話 一定會拍到我 沒得再開麥 那Thank goodness 是的 香港現在還未立23條 那現在還是有言論自由 那我也都不是顛覆國家政權 和情侶之士 那可能在醫生眼中是情侶之士 那但是 嗯 我覺得 Well 你問我真心 我希望所有的病人呢 去看一次醫生 就百病全消 我甚至希望所有的病人 不是病人呢 我希望他們完全沒有任何的病痛 任何的毛病 就算真的偶有不息 去看醫生就一次過就搞定 我不希望任何人有癌病的 是的 我不希望任何人有任何病 我希望 在一個世界大同的社會 其實我是一個佛教徒 那我們的奇戀都希望所有眾生 遠離四種痛苦的 OK 就是願一制眾生 聚樂及樂恩 願一制眾生 離苦及苦恩 願一制眾生 不離無苦之妙樂 願一制眾生 遠離怨真愛真 尚遇大平等者 是吧 希望所有眾生都能夠快樂 所有眾生都能夠健康 我很希望是這樣 但是 In reality 就是 是不是這樣呢 我覺得 你覺得 駕飛冠長 沒有用 不要緊的 當然我會 有相反意見 我覺得是有用的 我覺得 很多人都覺得是有用的 是的 但是你個人覺得沒有用 我又不會問你 那你試過沒有 什麼眼瞧瞧 還是眼蜻蜓 還是艾肥彈彈 醫生 不如 明人講明事 不如你走出來用我的真名 因為 我這樣 反而我覺得很 confused 我不知道你是否一個真理醫生 但是 I respect you 我當你是一個真理醫生 我明白你們的訓練 是會給你一個很不同的角度的 OK 但是 首先我想說的是 咖啡冠長這件事 是come from 一個怎樣的概念 就是 那種四種液體 在我們身體裡面 有四種液體 那四種液體 是什麼一回事呢 其實就是 古文明 包括 古羅馬 以及古埃及的文明 他們都是認為這件事 包括 the father of medicine Hippocrates 即是 Let food be thy medicine 讓食物成為你的醫藥 那位窗道者 他都是這樣說的 他都是說 身體裡面 the four liquids 黑色的膽汁 黃色的膽汁 然後 Felm 和 Blood 他們覺得健康的身體 就這四種東西是要平衡的 OK 這個其實會是 但是接下來講 講什麼 講 那個要做 抑鬱症那裡 又是一個 重點來的 好了 我們講講古羅馬 古埃及 這些大的 古文明 OK 他們是用這個角度的 那這個就是 傳統醫療 OK 以前的 modality 這個方式 和現在當然很不同 那現在的 allopathic medicine 就是大家所說的西醫 其實就是過去百多二百年興起 對不對 那好了 但是你留意到一個東西就是 這百多二百年興起的 偉大的 無所不能的 強大的 然後 所有人都應該要順復的西醫 他並沒有推翻到 舊友那套 OK 就是 流行了幾千年的中醫 Ayurveda 和 Natropathy 自然療法 信息療法 如是等等 都依然存在 那為什麼會存在呢 我就 用六個字答你 存在即是合理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 為什麼它會存在 為什麼你沒有取代到它 並不是你不強大 不是你不好 只不過是因為市場有這個需要 人民有這個需要 我覺得很多人 尤其是有重病的 譬如是癌症病人 他是想有更加多的資訊 他想了解更多 他當然覺得 我要做 我要做 我要做花療 醫生叫我要做花療 其實 這一位 不知道眼睛睛還是肥腾腾 不知道醫生 那邊 那邊的攻擊就是 你有什麼專業資格 怎麼可以見人 其實沒有的 你會當我補習 我會幫你補習 就是叫做 不同的醫療體系 和不同的 譬如 譬如 剛才我講了一種 Four Liquids 醫生你很忙 我進來看你 那可能你只要看我 見點 然後我講了幾分鐘 就已經看完了 那我未必真的 在你身上可以 了解到太多的養生知識 但是那些位置 我想 fill in the gap 你明白嗎 就是我真的想有人 告訴我 那我真的看中醫 都是這樣 中醫和我放完錄之後 那他開藥給我 他又未必會很細緻地 跟我說 他裡面開的每一個藥方 每一樣東西 其實有什麼作用 那 所以我才會存在 那我既然存在 就是合理 因為那些人可能 就是想找一個人 跟他聊天 聊一個小時 而這個小時裡面 就是分析給他聽 其實呢 不同的體系 會有不同的看法 譬如舉例 所以會這樣考慮 還有他可能會這樣 去幫你做檢查的 不過你要記住 其實呢 我現在呢 是很清晰 從頭到尾都是的 就是所有人問我 我都說 你一定要以你醫生的專業判斷為實 我這個只不過是一個資訊的交流 是啊 那所以 你就當你給了錢 就跟我聊聊天 就是我不是跟你吃飯 或者不是喝杯咖啡 但是我跟你聊天 那你想一下 我會做什麼 醫生你不會做的 例如呢 你會不會跟那個客人 或者你叫病人 做靈氣治療 你不會 是不是 你會跟他說水晶 你不會 你不會說 你會做了vibrational energy 就是透過那個粒子 那個細胞的震盪 對不對 例如聲音治療 那這些 我有沒有考慮 我有的 然後 對 我有聲音治療 我有 麥倫的考慮 包括Aura 氣場 有的 其他那些 我當然沒有你那些 這麼厲害 讀西醫 那如果我是 上當年很被修律讀書 我做了西醫的話 那我現在真的未必有時間 對 因為可能要看好多的症 然後在政府醫院都很辛苦 我明白 或者私家 醫生都很辛苦 那 Anyway 那個項目就是 是不同的市場 來的 做著不同的事 我是做educational的 其實醫生你不喜歡的話 你都可以做的 你都可以 就是 對 一個小時 對 然後你覺得我的收費不合理 那你就收費比我 然後去見人 I'm sure all of my people would go to you You know I have no problem 我只不過是跟他們分析一下 西醫可能會這樣看的 中醫可能會這樣看的 印度 Ayurveda 可能會這樣看的 然後 能量治療會這樣 然後 水晶 然後 香氛 不同的 會怎樣看這件事 但是我從來沒有拿過這個claim 我會醫好你 譬如 我覺得 你這個方法 我和你分析完一段之後 哎呀 接著 嗯嗯 我撿回電話 Sorry 可能客人覺得 我想找中醫 那我就說好 那你去看看 你有沒有朋友 看過有好的中醫介紹 給你認識 謝謝 OK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 OK 存在即是合理 那其實 你說有一位 什麼眼睛睛的肥腾腾醫生 這樣 這樣 沒有真名 沒有真性 這樣 他就很反對這件事 那我不如我給你一些 其他一些例子 給你們聽 好嗎 就是有其他醫生 是很討論這件事 就是大名鼎鼎的 新谷皇室醫生 那新谷皇室醫生 是一位日本的醫生 那他幫日本皇室 和日本的政要 兼顧美國的政要 去看的 那他呢 那他呢 就是一個 腸胃科的醫生 那他呢 他呢 就過去三四十年 不斷地 大力地去推廣這件事 那大家可以看看 他有一本書 叫做 自己就能做的 腸道淨化法 OK 身穀宏實監修 那你問我呢 其實他呢 裏面有些事情 那我自己都不是 fully adapt 的 譬如說他叫人吃很多澱粉質 那我就不是做這件事 OK 那我因為我是 Ketogenic diet 做這件事 那就是講生酮飲食 那我認為生酮飲食 那我認為生酮飲食是好的 也是得獎 就是因為這個發明 那現在 醫生幫你們測試 要知道腫瘤的實質位置的時候 他會打顯影葡萄糖 那就是 有螢光劑的葡萄糖 這樣 那就可以看到 那個癌細胞 腫瘤的位置 因為他會有 反應 OK 簡單來說 那 但是 講一會 就是 先不說生酮 那你生酮 你問我是否離間半導 絕對是 現在傳統的營養師 或者醫生 都跟你們說 不要啊 你今次塔的底部 要吃碳水白蜜 但可能他們很多都不知道 當初提倡成為今次塔的 那個本人 Ansel Keys 自己都已經推翻了這件事 Anyway 講回生酮飲食醫生 他是紐約佩斯 以色列醫學中心內視鏡部門主管 美國阿伯愛因斯坦 醫科大學外科教授 OK 那三分之二的時間就是紐約 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日本東京的 那他那本書出了 他有很多本書 那其中一本就是剛才所說的那本 那就是叫做 自己就能做的腸道症化法 那這位新谷皇室的腸衛科醫生 自己過去三四十年 他和他太太都是一天做很多次 隔壁館長 他最少每天都會做一次的 那當然你說哎呀有風險啊 那也是剛才那句 吃飯也有風險 因為你真的可能會噎噎的 那這樣 那但是呢 對呀 新谷醫生呢 就自己做了很多年 那他 那這本書出的時候 他已經幫過超過三十五萬人 就檢視過他們的腸胃 落脊頸 那就在比格林日本 設除了超過十萬粒的大腸蜥肉 是日本 是日本 著名的超過科醫生 來的 這樣 這樣呢 就 他就大力推薦這件事 那如果你說 有一位醫生推翻這件事 那我或者是 反對這件事 那我可能會有另外一些醫生 非常之承受這件事 那另外呢 就也提一提 那就是美國查理斯王子 他就在很久以前 04年的時候 他出席倫敦皇家婦產科醫師 兼醫科學院慈善團體舉辦的 替代醫療治療癌研究討論會 那有200名的健康專家 是的 就是醫生 專科的 那就一起出現 那就聆聽查理斯王子 談論他朋友呢 怎樣樣用割心療法 醫好了乳癌 經過七年 仍然健在 那他就說呢 很多患者相信割心療法 也一直在使用 所以我們不能夠將這些經驗 棄之不顧 為患者心育調查之中 療法的優點是很重要的 我們會需要 投注更加多的資金和時間 去研究性質和藥物不同的替代療法 我們的前宗主國的皇室成員 也都是將來的國王 查理斯王子 那他自己 不是本人 但是他一個好朋友 是的 就是用割心療法 那他就覺得 其實我們都應該要 好好珍惜這些 另類的療法 這樣 不要將這些經驗 棄之不顧 那他們願意投入更加多的資源 那可能真的民主國家有點不同 那他們會比較開通一點 比較文明一點 比較容易接受更多不同的聲音 那為什麼要提提國心療法呢 因為這位不知 眼睛睛的肥腾腾醫生 他就說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是的 但是 我們當然 有人說不合理也會有人說不合理的 OK 那另外我也想提提 就是 其實呢 在聖經裡面 在聖經裡面 那大家信不信聖經呢 那看你的宗教信仰 但是呢 其實 在灌腸這件事呢 在聖經的死開古卷裡面 都有記載的 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德國的雙兵醫院 開始做咖啡灌腸 是幫助那些受傷的病人減輕痛楚 是的 那割針療法呢 值得說一說 好嗎 因為呢 這件事是 用咖啡灌腸用得最多 其實就是 就是割針醫生 那Max Gerson OK 或者Max Gerson 那其實他是 本身是一個德國出生的醫生 來的 MEDICAL DOCTOR MD 就是和現在批評著 這件事沒有用的一個人 是同樣的Qualification 但是別人就 當然早來很多出生 OK 他就是1881年10月18日出生的 在德國 1907年完成了所有的 醫學訓練成為醫生 那在讀醫的過程裡面 他有延續的偏頭痛 那一個星期 可能有三四日 這樣痛到頂不盡了 有偏頭痛的人知道是很慘的 那他要躲在暗室裡面 就是無果 忍受又要上吐 然後頭痛到爆 就是咬到辛苦 那頭骨好像裂開成兩罐 那樣的醫療痛痛苦 那他向他的醫學教授門諮詢 他發現他們都束手無策 他只好自己想辦法 OK 那他當時問的醫學教授 當然就是allopathic medicine 就是現在偉大無所不能的西醫 OK 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他不幸 他得不到研究 得不到個答案 OK 那後來呢 那後來呢 葛心醫生呢 Max Gerson 那他就研究了很多方法 看看怎樣可以幫到自己的偏頭痛 那他在自己的研究過程裡面呢 他得出了一些心得 然後他又apply到他的病人那裏給他們試 後來就發覺 咦 幾好效果 那這件事呢 就傳到去美國一些參議員的耳邊 那在1946年7月1至7月3日呢 美國參議員用了三日向全國知名的研究者諮詢 也就是派白利利抗癌提案 就是美國參議員第1875號法案 那就是參議員派白和利利 就建議美國政府撥一億美金給癌症的研究者 那如果大家投票通過了這個法案的話 那就是政府會撥一億美金 在美國國州省 就建那個葛心醫院 那參議員就邀請了葛心博士 就展示他具體的癌症治療方法 那葛心博士呢 他不是醫生 他不是博士 他帶了五名他治好了的癌症病人 還有另外五名的患者紀錄 就在美國第79屆參議員外交委員會上面 就進行了簡報 那葛心博士的證詞 令人深刻印象 OK 那派白參議員就想舉行一個招待會 那但是呢 這個當然我不是現在 我也未出生 但是根據這裡的報導 我照引述 我照說的 OK 就是說呢 美國的醫學會 製藥工會 癌症協會 就派出大量的稅客 就說服記者 不要去這個記者會 轉移參加有美食和純酒的雞尾酒會 唯一一個參加了葛心博士簡報的 是美國一位記者 就是在那時候的美國廣播公司ABC製造的 叫做Ramon Graham Swing 它裡面任職了30年 當時那個機構裡面最高生理記者 就在1946年7月3日 他主持的ABC廣播節目中 將葛心博士的具體療法 說了出去 OK 一個禮拜之後 他就被人解僱了 那麼 當年277頁的這個派白利利抗癌提案 亦都即是第89471 89471號文件 就差4票就被否決了 就是這樣 OK 我再講一點點關於葛心博士的療法 當然了 眼禽禽醫生就說沒用了 我可以給一些例子 就是日本名醫昇野仁嚴教授 罹患了結腸癌和轉移肝癌之後 用了葛心療法健康活過20年 全美首席腸衛科醫生申福宏哲 他的健康秘密 她說就是跟葛心博士的解肥半腸 至今已經超過30多年了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史懷哲博士 就用了六個星期時間 接受葛心療法 糖尿病就康復了 葛心療法治癒史懷哲之妻 剛才那位和平獎得主史懷哲 她太太的結核病 都康復了 活了28年 史懷哲的女兒有嚴重的皮膚病 亦都獲得根治 有一位男士被醫生宣布 失去了70%肺臟腫腫 但用葛心療法 用了幾個星期 就將肺活量從30% 提升到50% 15歲就已經有骨癌的卡拉 靠葛心療法延命 健康存活至少42年 讀少許資料 好了 不好意思 大家悶少許 聽我說少許 好嗎 我找了所謂的正反兩方 的資料給大家聽 其實 一個我叫做 Sussie Cohen Sussie Cohen 她被稱為 American's Pharmacist 美國的疫情師 American's Most Trusted Pharmacist 那些人問她 我說 我長期很累 而且 總之一個人周身不舒服 我看了一個自然療法的醫生 她建議我做咖啡罐腸 你認為是怎樣 問那個人 就是來自於西雅特 這位Sussie Cohen 就是藥劑師 就說 是啊 沒錯 這個自然療法的醫生 是很提倡咖啡罐腸的 其實 在銅鑼灣也有一位隻醫 有開一個咖啡罐腸 其實她是罐腸中心 有做咖啡罐腸 不是全部咖啡罐腸 Sorry 我說錯了 但也是一個醫生 當然你又可以咬我 咖啡是否算是醫生 我就不想捲入這個討論裡面 你們自己想 OK 又說回這位藥劑師 Sussie Cohen 就說什麼 她就說 是啊 自然療法的醫生 很推喪的 包括各種的情況 她認為你身體需要排毒 她都會叫你做這件事 包括眼病家 這樣 很多人覺得自己有便秘 或者很累 或者肝臟需要排毒 都會試這個方法 我知道也很奇怪 因為大家都喜歡喝咖啡 所以就不想塞到自己的屁股 她說 不過呢 其實呢 咖啡罐腸這件事 不是新的 她說 她覺得 她自己認為 是 都幫到便秘 甚至失眠 還有大腦的吸引力 OK 甚至可以幫忙 減輕這個寄生蟲 Candida Candida 中文是有無瀟酸 可能沒有出來 OK 還有其他的 是 她覺得很有幫助 包括其他有些 細菌感染的情況 都會有幫助 這樣 她說 Coffee animals are frequently used in natural cancer protocol such as agerson therapy OK 3w.grsom.org 其實呢 眼禽禽禽 或者肥腾腾醫生 其實你與其 不斷在不同的媒體上寫 我玩什麼情港者 都知道 我不如你把你的 角度觀點 你的紅文 翻譯成 不用17國文字 但是可以翻譯成 日文和英文 跟著 傳到美國的 gerson.org 傳給日本的 醫學監測機構 跟著叫他們 吊銷新谷宏實醫生的牌 跟著叫美國 聯邦法院下令 跟著 取締了葛芯療養院 因為她現在在美國 好像加州都還有 OK 老實說 如果 我 全地同意 她裡面 所有的 要吃很多水果 這些概念 其實我不買了 但是 咖啡罐場那部分 如果我是完全買 她所有的 其實我會 希望 可以在香港有 很可憐 我覺得 因為 真的有患癌症的病人 除了做化癌之外 似乎沒有其他選擇 我覺得 都是那六個字 存在就是合理 那 你不認同 你覺得自己做芥菲罐場有風險 但是 其實你們醫院 據我所知都有做罐場 你用簡水 翻簡水 簡易混水 幫病人做罐場 是那些嚴重便秘的人 當然 你覺得 你讀了這麼多年 你有專業的技術 去幫病人做罐場 是的 我明白的 但是我也想提一提 其實有護士 對穿過病人 不要問我怎麼知道 總之我知道 你不信 你可以檢查紀錄 是有這件事 他們護士 都是受過專業訓練的 那 例如你在家做罐場 有沒有危險 正如我在家吃飯 都有危險 但是你們見過我 我弄了一條喉 軟奶奶 你問我要塞幾天 你塞很少 只塞這麼少 但是當然你也不要聽我說 你當然要問你自己的醫生 對不對 到最後我有一段的免責聲明 就是你所有人都要聽你醫生說 我說什麼都是廢的 OK 大家不用聽了 當天馬行空 當是療齋 這樣可以聽了 OK OK 我們繼續說回Soucy Cohen的篇 其實是一本醫學聖典 The Merck Manual OK 那本書是醫生患者 是Licensed Physicians 即是有牌的醫師 用來作他們的 適合 OK 這一本Merck Manual 是有記載 咖啡罐場作為最有效 有沒有最自由看回當初的原本書 但是 Anyway 就是咖啡罐場是被記錄在 這個Merck Manual裡面 說是非常之有效的 排讀方案 OK 直到一九七幾年 OK 現在沒有了 沒錯 但是一九七幾年前 都是一直都有的 OK 好了 那其實為什麼罐場會有效呢 我們都可以提一提 例如宋美玲 她活到一百零六歲 她並不是用咖啡罐的 我記得看她的 我記得是她自傳 還是她的管家寫的 那本書 是她用清水罐的 我想如果宋美玲 活到一百零六歲 她都沒有嘟穿自己的腸 那 I guess it's safe 我只可以這樣說 OK 那她 她的書 應該是她管家寫的 就是說 是的 丈夫人呢 就是不大便的 她只是做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灌腸 這樣 就灌點水進去 然後呢 就會放些大便出來 這樣 那天她活到一百零六歲 因為這個是 Against all odds 的 因為她的 爸爸宋家暑 她兩名的姊妹 都是死於癌症的 是的 她自己呢 都試過有華南病的 但她後來到了一百零六歲 這個高手 當然我不能夠說 是跟灌腸有關 但是 會不會有幫助 我亦都下不了一個 conclusion 大家自己判斷 好嗎 OK 好了 咖啡罐腸 你可以在家裡做 為什麼可以在家裡做 因為是便宜的 這位不知 眼禽禽禽的醫生 就說 哎呀 四百多元買一套回去 哎呀 這麼貴啊 你吃水這麼深啊 說很麻煩 我想說 其實你在外面洗一次 就真的四百多元 而整套東西買回去 用到不會爛的 因為呢 Sorry 要提一句 就是 我現在那些是不售過 食品級304 OK 另一個是植膠來的 真的爛不到 除非 植膠你可以剪爛 我估計 那麼 那個304不售過 你放進去2000度的火爐 都可能用到它 但是你就這樣 平時家裡正常這樣使用 它真的不壞 那 我也是想幫大家省錢 我自己覺得做這件事好 那你當然聽眾自己有判斷 那你覺得不好 你就不要做 OK 還有 記住問你的醫生 因為西醫是無所不留的 知不知道 醫生叫你做什麼 你真的要聽 OK 好了 那 咖啡灌腸 就是 如果你要做 那你就煮了那些灌腸咖啡之後 那你就進入那個東西 那裡對起它 OK 那 其實 這個聽眾說什麼 為什麼不去挑戰灌腸公司 我不知道 可能我人未年輕 一個女生容易攻擊一點 你明白嗎 就是灌腸那些 就是可能你的那些 例如卓月 它好像有的 那個美容院叫什麼 什麼用方 我忘記了 那 他們又做這件事 但是你去 吵一家上市公司 你可能也挺麻煩的 所以 那我這些人未年輕 你 我吵你便吵你 但是 眼晴晴 我都不想別人覺得你欺負女生 所以 其實不如你去信給日本的新谷醫生 還有 我拜託你 如果你要去信 challenge新谷醫生 你是日本的醫管局 和美國的醫管局都要去信 他幾乎一本書 都是在提起這件事 那不如你去challenge他 既然你補到中心 那我就 OK 好啦 繼續 那我們繼續說 好啦 那就是 當你做咖啡伴唱的時候 那你會hold住那些咖啡液 記住你伴唱咖啡液 你不要去買了那些 Starbucks那些 就是我不是針對Starbucks 或者著囚或者什麼 因為 因為 這位眼晴晴醫生 他的篇文裡面都很好笑的 就是說 我迫人家一定要買我 Literally 這個文字就是 我迫人家一定要買我 大哥你不要買我 你就買其他品牌 淘寶很多 你想得過大陸的品質 你就買他 那 我賣的東西叫做 SA Wollsons 那是咖啡伴唱界的名牌 那你也可以去信去廠 那你就叫加拿來政府 就是 執鬼了他的廠 那你只是搞我沒用的 因為地球上 是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去Promo咖啡伴唱 老實說 就是 那姓袁那位姊姊 他在銅鑼灣也有一個 灌腸中心 也有做咖啡伴唱 但是你又不用再罵他 他開了很多年 其實為什麼 因為我是女生很黑 我不知道 Anyway 那你做那個咖啡伴唱的時候 那個液體是會透過你的牆壁 裡面那些Portal Veins 就去到你的肝 那它有一個 那它有一個 stimulating effects 那那個 healing compounds of coffee 就可以 jumpstart 你的 liver 和 gallbladder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咖啡裡面有些成分 就是可以刺激你的肝 和你的膽 OK 令到你的膽色分泌 膽板就打開 那你說它裡面有些什麼 compounds 給你講我就相信 那好吧 我給你看看 這個叫做Cawol 我不知道我讀得對嗎 K-A-H-W-E-O-L Cawol 我猜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Cafestol C-A-F-E-S-T-O-L OK 那這個呢 是會令到你的身體 你的肝臟 OK 生產 Glutathion OK 好像是液造谷光金態 就是你生產一個很強的清洗的component compound 是一個大力的洗潔精 OK 就是清洗你的身體 OK 那其實呢 有很多人給很多錢走去打Glutathion 打針 譬如那些美白針 就是打谷光金態 就是Glutathion 那我見過有些美容補充劑 就是Glutathion 谷光金態 是的 那你可以IV吸引 或者是可以吃的 但是其實你做咖啡冠狀 它自己會產生的 挺好 是吧 那好吧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想拜讀 什麼眼瓊瓊瓊肥瓊 醫生的號問 現在各大媒體都有的 那其實我本身都沒有什麼反應的 就是我覺得 好啊你幫我先宣傳 都好啊 都是那句 你說我全港者 那些人都看過 哇 有一年前選過港者 看他現在什麼樣子 這樣 那些人都看過 啊我現在還可以啊 當然有人可能覺得我一個豬扒 但是都不出的 就是總之 你幫我駕駛了走路來 那我當然要謝謝你 好了 繼續 那我想說呢 那我想說呢 Max Gerson 說回這位德國的醫生 那他是建議他的 各心理化他的病人 一天做六次的 那我也是叫人一天做一次而已 那當然 如果是自己喜歡做多一點 那就各自你啦 但是都是那句 哎呀請你們記住 無必一定 要問你們的醫生 知不知不知 如果不是呢 哎呀可能我又會 進入了 千萬不要 知不知 好了 好了 咖啡罐沖 我還沒有資料要說 而是我漏了的呢 我現在先看一看你們的留言 好嗎 是啊 看了差不多 我就開始說 西醫的抗癌方法 就是這個化年 那他的數據 我告訴大家 好嗎 哎呀其實 哎呀 Saya的問題提醒了 說一下 其實斷食都很有風險的 你知道嗎 斷食可以餓死的 就是如果你說風險的話 做駕駛罐長有風險 護士都試過對穿過病人的 那 那呢 就自己對自己 那我猜 就是 你應該有感覺的 就是你的 肛門下 那 那你應該知道 痛或者不痛 還要找些茶飯 是不是 那你不要 入太多了 那你入少少了 那 還有自己看著 那 還有就是 不要弄痛自己 如果你有外置 或者內置的痔瘡 那就可能避開啦 那 那 那我也是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做了我覺得很好的事 那 那都是那句 你記住一定要問回你的醫生 你醫生說了好 那 那你才很重 你都知道 我真的背不了這個責任的 我不是醫生來的 知不知道 那 但是斷食都的確有機會餓死的 但是 Jason Fong Dr. Jason Fong 他就大力推廣這件事 叫人斷食 因為他真的很想 那些人康復 那我相信是一個 很有良心的醫生 而不是叫人吃藥 和做手術 那 我經常都說的 跟我見的客人 就是 我和你分享 資訊交流的客人 OK 我和你們說 其實 吃藥 打針 開刀那些 我們留給西醫做 OK 那我們做其他事情好不好 譬如說 我幫你和你一起討論你的麥倫的健康 我和你 清理你的麥倫之餘 你能量上面有些什麼的 需要清理的 因為有 有 有這個blockage 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有blockage 閉塞 有阻塞 我幫你清理了它 這樣 我幫你做靈氣 花枝苗花 這樣 香薰 這樣 試不同的東西 這樣 那 都是一個意見而已 我又沒有試過有人 給我做了所謂的 treatment 之後 有什麼 頭暈身性不舒服的 這樣 因為我們那些東西 都是non-invasive 就是沒有入侵性 我都說 我最入侵的就是做咖啡伴唱 但那個是你自己親自己 不是我親你 OK 好了 這樣 就 好 我們講完這個 西醫的抗癌 我現在開冷氣室 OK 等一下 我們先開文章 大家儘管留意 稍後會有時間 就回覆大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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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開文章 關於這個做化療的數據 OK 好了 我們先開文章 關於這個做化療的數據 大吉利士 如果你有癌症 或者你家人有癌症 醫生叫你做化療 你自己決定你做不做 你真的不能問我 我也不會 not in one million years not in this lifetime 我會跟你說 你不要吃藥 你不要做化療 你不要做什麼 我一定不會說 我其實呢 見每一個客人 他們都要簽一份 就是 我跟你說 我不是一個 licensed physician 我所說的意見 只不過作為參考 也都不能夠取代 你醫生的專業判斷 你必須以你醫生的 看法作為衣歸 OK 如是等等 好了 我們說回 關於化療的治療 好嗎 chemotherapy warns as hundreds die from cancer fighting drugs OK 那麼這一個呢 我知道我讀了 要翻做中文 給大家 不好意思 就是容許我 英文再轉中文 Patients should be warned about the dangers of chemotherapy after research showed that cancer drugs are killing up to 50% of patients in some hospitals but the first time researchers looked at the number of cancer patients who died within 30 days of starting chemotherapy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medication is the cause of death rather than the cancer the study by Public Health England and Cancer Research UK found that across England around 8.4% of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and 2.4%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died within a month OK 好了 翻譯 就是病人應該要受到關於化療的警告 因為有研究顯示 就是這一種癌病的藥 現在殺死接近50%的癌症病人 是第一次 史上第一次 就是有研究人員 研究一下 癌症病人在接受化療之後的情況 而他們發現 接受化療之後 30天之內死亡的 不是因為癌病而死 是因為接受化療而死的 OK 這樣呢 就有 8.4%是肺癌病人 然後有2.4%是乳癌病人 接受化療 一個月30天之內就死了 OK 可以嗎 OK 這樣呢 所以 因為 因為 Dr. Rem Reshbath OK Dr. Jem Reshbath Cancer led for PHE PHE是 Public Health England OK 她說 抗癌病人 是一部分 抗癌病人 抗癌病人 是一部分 最大的原因 在抗癌病人 超過四年 她認為 花療是癌病治療的一個重要環節 也在過後40年 當中增加了全活力 不過 However It is powerful medication with significant side effects and often getting the balance right on which patients to treat aggressively can be hard 就是說 但是因為這個藥是一個非常之強的藥 很強大的 好像西醫 很強大的 那它是有明顯的副作用的 OK 那所以呢 就是 往往 你找到一個好的平衡點 是有些困難的 就是譬如哪些病人 適合做 或者不適合做 那當然這個 我懂嗎 對不對 那這個我照讀一下 那個study出來 給大家聽 OK 好了 這樣呢 就 它 Chenotherapy is toxic for the body because it does not discriminate between healthy and cancerous cells 就是 花療之所以 是有毒 對身體來說 是有毒的 是因為它不會分 健康細胞 還有癌細胞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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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way 這個是英國的research 它就是政府機構來的 不是受到個人商戶 或者是某些社團組織的資助 就是Public Health England 就是英國的公共醫療系統 以及Cancer Research UK OK 它裡面 這個research 這個study 是看見 23,000名女性 是有軟癌的 以及1萬名 有肺癌的男性 OK 這樣就是2014年的事 當中有1383人 1383人 1383人 是做了化療 30天之內 離世的 OK 好嗎 這個就是 癌病做化療的數據 OK 好了 但是我們很難說的 老實說 因為你平衡宇宙 難道我又要看到 喂 如果這 1800 糟了 一讀完之後 又不記得 一千 等等 我的記憶就會好 1383 如果這1383人 如果沒有做到化療 是不是還會在呢 這樣 我們不知道 我看過另外一個數據 但我沒有確定在手 我免得講得太細節 但是他也有說過 其實癌病做完化療之後 的存活率大約在五年左右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可以將來有機會 再深入一點說 OK 但是說到最後 這些事情 就是你們自己決定 好嗎 我純粹是一個 資訊分享的節目 我沒有辦法去幫你們決定 我也不是挑戰任何的權威 我只不過希望 我們的聽眾 有更加多的選擇 我意思是選擇 不是說 你要選擇 你想做什麼 或者是 你 聽我說就不是什麼 不是這樣 而是就是說 我覺得 醫生 口中的病人 和我的客人 或者普羅大眾 或者聽眾 或者不是聽眾 其實只不過是大家都有個求知的權 OK 大家都有個知情權 就是 其實我 大家例如有了癌病 或者我有了其他的疾病 我想聽不同的意見 我想知道多一點的資訊 而我未必自己英文很立利 或者是 我未必有這個 心機 時間 健康 體力 精神 去做這麼多的資訊 現在有一個傻婆 就是我 走去讀 做一些資訊 然後在節目裡 就無償地分享給大家 你說 對 我背後真的有間店 是事實的 但是 不是說你要是光顧了我 你才拿到電話 和電話 進來聽我的節目 做什麼 叫什麼 叫什麼 媽媽在做節目 乖乖乖乖 待會跟你玩 Do you want to come over Do you want to come over Do you want to come over Oh your baby boy 我兒子在過你 Oh your baby boy Come here Oh your baby boy Come here Come here 那不是Rose Mary 是你 是誰的貓不頂 Come here Come to mommy Oh your baby 看你有多漂亮 Oh your Look at everyone Oh my baby 看你 看你 Oh look at how handsome You are My birthday My birthday 媽媽不要塗水 不過我塗了潤水 給你 看你 Oh my baby Oh my baby Oh my baby 你剛才在喊 就是她 然後她喊 她喊到我 踩她有飯 她就馬上扑過來 她本來躺在牆上 然後一喊她就跳下來 OK Anyway 我當我的聽眾是朋友 那你們上來 見到我在店裡 我們會聊天 會有一個聚焦點 你明白嗎 我不會說 你進來看東西 不買東西 我就眼瞇瞇瞇 然後我們就會感受你 我們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 我是有一個店在背後 但是因為我要生活 我要賺錢 那我想 現在聽眾朋友 你都要賺錢 你也有自己的生意 或者你也有打份工 那其實 沒有人逼你們要做咖啡罐廠 也沒有人逼你們要光顧我 就是 你們如果覺得合理 你喜歡的 那你就 謝謝你的支持 如果你覺得 我不喜歡你的東西 我只想聽你的節目 我不想買你的東西 Fine No problem 同學會依然是免費參加的 你都一樣可以每個月 最後一個星期六 Let me see 今個月 最後一個星期六 就是三十號 三月三十號 大家都還可以走上來 分享 我們談什麼都可以的 例如你想問水晶的東西 或者你想說麥倫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眼禽禽醫生 你都可以看開一點點 說真的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大醫生 如你所說 你用醫生這個態度 那其實 你不如開名 第一 第二就是 剛才所說 你不如寫信給美國 日本的醫管局 那邊的醫管局 還有他們的聯邦法院 叫他們吊銷了 郭森療法 因為人家不斷地做 你帶給本場 那郭森醫生 整本書都叫人做 那你真的要搞搞它 因為如果不是 他們的威力絕對大過我 我是一個 你明白嗎 我是誰 正如你所說 謝謝你的加持 才多了人聽 這個節目應該 但是 如果你身居皇室 一位 這麼出名的腸衛科醫生 都去幫咖啡罐場加冕 他還要不是自己開 駕啡罐場上 遙中心 他是叫人自己在家 其實他講你 跟我說的東西 沒有不同的 所以我說 其實你這樣做的人 反而會覺得你是一個 大人欺負我 你明白嗎 就是為什麼你不去挑戰 跟你同樣級數的醫生 人家當然還要年長 年資高過你 但anyway 就是 我覺得最後 這是一個大家的選擇 你找我 不找我 沒有所謂 你買不買我的東西 沒有所謂 你做不做咖啡罐場 沒有所謂 因為這個世界有自由意志 這個東西 我只不過是 將我認識的東西 和大家分享 我久不久 會講一下中醫的東西 我久不久 會講一下 甚至也會講藏醫 西藏醫 你說你是否藏醫 又不是 你是否中醫又不是 那我沒有讀 我有 原來我那個資格未未 因為要讀很多年 譬如我讀草藥的那些 Horology 因為是有中國的草藥 就是中醫裡面用的草藥 然後有西洋的草藥 有印度的草藥 那個月讀五年的 是的 那我當然還沒拿到 其他那些 就是陸續的拿 是的 有的 有些會拿 有些是政府認證 不是香港政府 是美國政府認證 或者有些是英國政府認證 都是那句 我又不是說我醫你 我只會和他分享資訊 是不是 好嗎 醫生你不要不開心 好嗎 那我期待 知道你的真名 還有你的全名 我對你沒有什麼 希望你可以不要太討厭我 那我只不過是一個 小番薯小薯仔 在這裡 自己不需要說話 你不需要這麼介懷 好嗎 OK 多謝大家 拜拜